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下也有跟家人讲清楚 就是我这次担任操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也有先跟他们说明过 说可能从三月中旬后回家的机会也会变少了 但是父母亲都很体谅 我说知道我的身份 然后以保家为国为重 以鼓励的方式 然后希望我能够专心在战训本物上 然后不要因为一些杂事而影响的任务 那我最后是希望跟我的父母亲说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要克服的是这边的地形 因为这边地形泥巴比较烂 然后踩的鞋子就会 就是堆积了非常多的泥巴 然后你在走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可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一样要按照标准跟药理去操作 希望最后一次5月25日的时候 能更顺利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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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